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九年 经文第七行 佛作佛使 设放众生 文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诅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坚固不退 佛以善根回向 运僧补国 一心念国 昼夜不断 这是第十九月 文明发心愿 设放众生 文我名号 发菩提心 文明发心愿者 这几句 上一次 跟主委 报告过 今天 我们接着 再看底下这个经文 修诅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坚固不退 我们看这一句 四十八页是尽踪修学的核心 而实际上也是祝福如来 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总纲理 修诸功德 这一句是总书 诸是多的意思 多到无量无边 佛法里面常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还是一个数字 每一个法门里面 再要展开 那就是无量无边 什么叫功 什么叫德 这两个字 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 功通常讲是功夫 德是讲的果报 这个德跟德道的德 德实的德 一个意思 所以修功是因 正果是德 我们得到果报 这是德 那么什么是功 平常我们在讲习里面举例子说 持戒有功 持戒有功 禅定是德 因皆得定 修定有功 开慧是德 开智慧 由此可知 功是从修音上讲的 功德跟佛德不一样 功德是要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行为 然后才能得到善果 修善因的善果 这一句说得很笼统 只是说了一个原则 下面这一句就给我们落实了 风行六波罗尼 六波罗尼是菩萨修的 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 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发了菩萨 都发了菩萨 发了菩萨 就是要发心做菩萨 发心做菩萨了 一定要奉行 你才是真菩萨 第一条是不施 布施里面的含义非常之广 佛也用归纳的方法教导我们 第一个是财布施 第二是法布施 第三是无微布施 怎样将这三种布施 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 才叫真正修菩萨道 真正过菩萨的思考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关键的在前面一句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个真正觉悟的心啊 真的觉悟了 觉悟什么呢 觉悟的失控法界 一切众生 是唯一心所吸 唯一时所变 真正明了 一切法从心相生 换一句话说 虚空世界一切众生 跟自己的关系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这个是你真的觉悟了 大吃大悟了 悟了以后 你除世带人介悟的心态 就完全改变了 没悟之前是迷人 念念自私自利 悟了以后啊 觉悟了 觉悟之后啊 念念为一切众生 不再为自己 所以 这三种不失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佛物啊 佛物的项目 有财富佛 有智慧 技术能力佛 有保护一切众生 安全的福 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 三种不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